大家好,我是健哥 也是很久没有类似于直播的形式来录视频的 因为我上次的话这样录好像是看那个NV的30系的网马宣传片 没记住的话应该是频道内弹幕最多的非常欢乐 但是今天这个视频我觉得我是特别特别的生气 我实在是我觉得有点没法抑制我的情绪 所以我录了这一期的视频 其实起因就是我昨天我偶然看到了 我发这个动态嘛笑死我什么东西 还把伟高这种东西说成装机大神 到手的主板坏不给售后 还在拿刀在我面前笔画 结果是微信市场部从市场费用里面出钱 替这位微信主板代理件B站装机大神 就上下给我换了个主板 这个事情呢我之前做过一个视频 就是刀锋售后大概就是什么 就我当时拿了一块 那类似应该是这个型号的主板 晚上那快下班时候找的江苏南京的微信主板的代理 南京伟高嘛 也就是这个何威论剑拿块板子 那个板子送来以后我们当时没有装 我们到了晚上才装 但是我们都有监控的 就是它板子到手过来 我们没有去动过什么呢 就是它包装上面有一个很明显的物流损坏的一个痕迹 然后正好那块那个撞脚拿出来这个主板的这个这个PCB就被撞弯掉了 就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用了 第二天我们就找到伟高嘛 说你这个到手的这个是主板是路由发坏的 你给我换一款 他们拒绝拒绝承认啊就表示我们不管我们不管啊 我们这个只能帮你去送给 虽然我们是昨天才出给你的货啊 他们从这走过来就几十米 你这走个几十米也不至于啊 像美国还有就那边说是50米走的能遇到什么啊火车脱轨泄漏什么东西的啊 他就说拒不承认 昨天卖的货拒不承认 说我们只能帮你去送微信售后 微信售后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 别的我们一概不付 我们昨天给你的主板到手PCB是断的啊 我们不认我们只能给你送微信主板去售后 那主板你送去售后 你想都不要想他肯定是聚宝的 你这东西都弯成这样了 你要找我换一个微信也不是冤大头 所以这个很简单就是安静伟高 他自己物流或者存储的时候搞坏了 他不肯给我们换 反正就一些也一千块钱的东西呢 最后就各种耍流氓嘛 甚至当时我还有一片别的微信的主板也要售后 我立即送给他了 我当时特地去售了微信厂家的人 他们说他们的维修站都收到主板以后 一般三到七个工作日就寄回来 但是我那个主板快二十天了 还没有寄回我就去找他们 就给我来这三十天 我当时就很生气 我说哪有这样做的 他们就拿刀对着我比划 就跟黑社会一样非常的生气 所以这块板子自然也就是根本就不可能有的 最后是微信的那个市场部掏钱 因为他们微信想跟渠道部那边解决什么的 因为确实你作为微信在江苏南京 江苏南京算是个大城市的一个正规的一个代理 做这样的事情对经销商我觉得实在是太过分了 我们还得面对面对吧 就距离五十米你都这样对我们的 那你别的消费怎么样 就别说了 非常的无语 他们是市场部从市场费用里面拨钱 给我换了一篇新的 就是替市场部替伟高去擦了这个烂摊组 所以特别生气 我看到就叫装机小儿助手发的 今天认识了一位B站装机大神 因为神的某站他直接直呼齐名 他们会不开心 所以宣布某站的组装机2022年度Q4纪录优秀商家称号的大神 如果今天天选不断 月月福利开车全是狠货 问我有多狠狠起来自己腰子都嘎了送了 是不是拿着这个朝我比划的那把刀嘎了腰子呢 高性价比优质服务发货超快 里面还有一张图我们看 优质服务高性价比发货超快专业团队 对高性价比什么什么发货超快 恶大厂商一手货员 注意这个词 恶大厂商一手货员 拒绝装商赚起差价 怎么怎么的 我们点开来这个装机小助手 为什么这么生气 这个叫组装机官方账号 你看挺大的口气 就是他们某平台自封了 叫组装机官方账号 也不知道谁给他的这个资质 他居然能 组装机得听他的 听到没有 在某平台组装机得听他们的 他们说i9比i7弱 那就是i9比i7弱 那就是他们说的 他们说的 他们说南京伟高这个铁拉黑店 就合为论件是装机大神 他就是的 他们说潮玩客屁都不是 一堆狗屎 那他们说的 在他们的地盘 他们想怎么说怎么说 我们没有办法 因为他们在他们地盘里面 他们比法律都厉害 这个发的 对吧 跟这个合为轮件还发个抽奖 真的 你说这个视频 本来我还在思考 除了浪质 强行给他上个热门什么的 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个视频就 直接点进去看都不看啊 直接点一下抽奖拉倒了 我觉得这样视频 那如果我们的打开某平台 整天就充斥了这样的视频上热门 哎 恶心 真的是恶心 毫无意义 能能能跟一群要饭的似的 我当然我不是说 比试抽奖什么的 对吧 大家观众看看视频还能抽点东西 挺开心的 但如果说打开来热门整天就是这样的东西 真的我觉得这个平台 你是视频平台还是要饭平台的 那就是他2月10号的中态 简直就是 这2月前几天的动态吧 就这个2月8号的动态 反正推了一堆一堆装机大神 我反正基本都不认识 可能是我上的战不对吧 可能我的问题 我的问题 这个平台里面这么多装机大神 你一个不知道 一定是我脑子有问题的 我脑子有问题 平台是没问题的 平台这些都是大神 都是大神 我都是狗屁不通狗屎一般 只能跟是吧 引火之光 只能跟日月相堪 我废物 我不行 为什么这件事情我特别的生气 就是后来我仔细看了看 了解了解 也问了一些 他们不就不方便透露 因为他们很多人还要在这个平台去混 很多东西他们 感动不敢言吧 为什么这个平台他要急于去推这样的东西啊 因为你看到没有 他们你心入住 什么减免扣点 怎么怎么三十天不要扣点 他是能从中赚钱的 他不是做慈善 他搞个什么组装机官方 他不是做慈善 说什么哎呀我们要给我们的对吧 家人们提供对吧 家人们我们给你送福利来了 不是的 他说从中 赚钱啊 你在那边卖多少机子 我要从中抽多少钱的 他是为了赚这个钱啊 所以他为了赚这个钱 他就找这些垃圾商家 你们什么客户什么 什么都不是 我只要能从中赚到钱 他从我这个平台卖的东西 我就把这个钱赚到就可以了 那只要能赚到钱 那管理是什么 阿猫阿狗呢 无所谓什么铁拔黑电 没事没事 都弄 我特意我特意我点进去看了看 他们这个什么 什么什么装机 这个页面 我估计是手机端的 所以可能就是这个电脑章看有点费劲 你还给的这么 给这个核威论间这个人那么大的资源 反正我这些人我基本都不认识 这些人我除了核威论 我都不认识 我之前我张图同一放下 可能我现在打开这个页面的时候 好像没有那个叫什么胖腐老刘了 我之前看到他这个页面是挂的看法额 可能我正好 这个到他那个刷新 他可能这个名单可能是不固定的 我说我别的人不知道胖腐老刘之前干净什么确论 是就华硕它是有那种良品的主板 可能是七天无理由退货过来的 他们把它做成良品主板 华硕官方保修一年的 价格比三年保的全新正品要便宜一点 他卖了他卖了这个主板 消费者以为都是三年的那种全新版本 这消费者售后的时候发现了不对劲 当时闹得很大 因为这个东西假实话你是欺骗消费者 你不是说不能去卖一年的这个良品版 你卖的时候要跟我说清楚 我要知道它是一年的良品主板 它跟三年的全新主板是有区别的 你讲清楚可以卖 不要不要的清清楚楚 而不是对吧 我买完了我去售后的时候才发现我擦 我这怎么只有一年保修 他虽然那个时候当时那件事情 反正我看很多人非常生气 他他在那边刨不了任何各种搅什么的 哎呀我买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怎么还怎么代理坑我什么的 反正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华硕任何一个代理商在卖你东西的时候 他敢把一年的良品版子当三年全新卖给你 他一定跟你说清楚的 因为这个一年良品版子他必然便宜 你不要他他他说什么 哎呀你虽然买的是什么一年的良品版 但是我给你保三年我不认 我找华硕官方查他说只有一年保修 你跟我讲你都放屁 所以这这样的人都弄进来 能说啥 我觉得最夸张的是什么 最夸张是我看到这边 这边爪大神这边有个义武残疾不落 这个我点进去我是最震惊的 他这个好像直播结束了 没事我这边我也有截图 这都卖的什么玩意啊 X99 甚至连华南X99都买了啥 这上的什么1660 Super 这都什么时间呢 这是新的卡吗 都是淘汰多久的洋垃圾 这玩意我很无可费 以前我做过京东自营上面在卖这种东西的 这种可能五年甚至十年前这二手CPU弄出来的 你看的确实挺便宜 但实际上利润高的吓人 这种都是炸弹主机啊 反正我去京东自营投资这种自营都是关店的 什么什么 因为自从京东自营还是管商店 京东自营可能确实管不了 但是这样的店铺 就在京东自营是要去被关店罚款的 都买一台退一赔三 大家这个 也可 都可以赔 要赔钱呢 到了B站这边 唐阿皇之 还还还上这个 上这个就是 找大官方的找大神页面 我我讲的难听点对吧 如果说你某平台 你自己的服务器 自己的办公人员 全部都用 这个什么义武装机 什么这些东西装 那我没话说 那咱就真的没话说 那你厉害对吧 你都已经亲自以身试足了 那我们也不好说什么东西 你厉害 那以后服务器当机了什么的 那我们也不好去指责程序员什么的 那个确实这个硬件实在是不给力 所以就 这种非常深思 就是你这些平台 为了去赚点这个钱 你公然跟这些垃圾博主 就世界部的垃圾 我甚至觉得就是 我觉得甚至应该是被工商 执法部门去处罚的这些商家 唐阿皇之的 到底就成了装机大神 官方推荐 因为我要我要赚money 我平台要赚money 就能推荐 你把消费者都当什么 你把平台的观众都当什么 哎呦我真的是特别那个 就是那有人可能说 你说这个合围论件是垃圾什么东西的 什么天八黑电什么的 你是女皇家 但他有私人恩怨 对吧 他有块主板 他不给你弄了 所以你特别讨厌他 我们点进来看对吧 我们他比如说你在兵库上搜 微星B60迫击炮相对比较主板 你一不小心就知道 又叫微星电脑旗舰店 虽然就是我们在电脑上看的话 可能比较容易去看出来 什么自营非自营 但你手机上说一不小心 就点进去这个店 江苏南京发货 点的叫 还启名叫微星官方前店 如果不是特别懂电脑 特别了解这些电商平台的 你是不是一不小心就认为 这个就是微星官方他开的店铺 这个就代表了微星官方 这个就代表了京东的 非常正规的一个店铺 我们就打开里面对吧 我们看他的中差评 我们先看他的中屏 618活动分开做价格不一样 这个就有点 这个没必要对吧 估计很多中差评都那种 什么价格降了什么了 这个那个就像房价跌了 有人跑去摄楼去处 去要打地铺 要静坐 要什么什么的 特斯拉买完了价格跌了 都提完车了 价格跌了 有人还要幻想着 跑去零元购 把店里面的东西洗劫一空 怎么怎么的 因为我能理解 社会大了就有这样的人 他他东西 他觉得东西买了以后 他就只能涨价 只要跌价了 我就要去闹市什么什么的 这种就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去理他们了 但是你看到好多人 CPU看着被拆过的 这个确实有点说不过去 快递包装有点破损 确实被压得有点烂 包装 CPU底座有指纹和没弄干净的硅脂 M.2的导热贴的保护膜被人撕下来了 这明显就把人家退货的东西 就拿去当新的卖了 没注意注意 这一不小心买的不是自营店的 有点破损有点脏 也就错过用了 这个发过来哇这个厉害了 这包装都成这样 扣一个这么大一个洞 CPU都成盒子都成这个样子的 这个好像有点没想不通 他这个好像就是反正就包装 他就套了一个圆盒 什么都没有就套过来了 基本没有填充物就是包装 你这哦他这边发弯了 主板这个胆火这边发弯了 你说不影响用吗 也能用 但是谁爽 谁开心呢 这板子都算挺结实的 这发过来都弯的了 什么客服牛头不对马嘴 这个正常 基本上卖闪电卖配电的 对方都牛头不对马嘴 这个倒不能怪他 就普遍都是这样子 但是你这个包装确实很多人返回包装 太烂了 CPU跟拆过一样 明显说是被撕了一下 哇 你CPU盒子 哇 这个真的到手CPU包装这个样子 谁能接受 谁能接受 我们看看差评啊 可能中频还是比较客气的 一个位置200块 这个就是买了特斯拉想零人够的嘛 脚给刻歪了 哦 看到这边也是的 基本刻歪的都是这四面的脚 包括我们主板当时 哎呦 你这样一说 我们先往下看 没收到CPU 互相甩锅 他说商品少罚你去找物流协商 当然这个没有储物没有什么我也不知道什么 但是这东西的话 人家收到货少东西 你来自己找物流 好像有点那啥 盒子有点褪色 哎呀这个是不是就太高了 盒子有点褪色就是二手货 这个人确实有些太强迫症了 没有序列号 你看序列号全被抹掉了 矿优无疑 厂家为了防止串祸 你可以自己去打 他说你可以 那些序列号都看不清 但可以拿别的这个号码去查 哎这个也是的 序列号给抹掉了 啊客服也是爱理不理 本店是江苏CS零件直购商 零件店铺面向全国客服 如果被其他手维扫码会做出处罚 这个就明显互发霸倒了 就这个可能不是行业内的人 他不知道 行业内的人都知道 这个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他英特尔他内部又会有一些扫积分 什么东西的 就他对经销商会扫一些积分 你卖我CPU吗 扫积分可以给你一些反点什么的 就是你直接找英特尔提的CPU 他肯定都是序列号都是没有任何的图抹的 但是有的时候 你找那些串货商 你不是找英特尔直接 你找那些串货商 他为了防止你把这个CPU从这买以后 你再去扫号什么的 他会把这个序列号 就有的他可能就是用那个记号笔涂一涂 但是看到这样直接把这序列号很多直接抹掉的 非常夸张 首先我觉得那你这个CPU是不是找英特尔直接提的 我觉得如果你直接找英特尔提的CPU 你为什么把序列号给抹掉 你只有找串货商提的CPU 他们才会这样抹掉 他就防止你继续去扫号 然后你不要说什么你是什么英特尔什么零件职工商 什么什么你是图序列号是为了防窜货什么的 我问你英特尔是否允许 消费者买到的英特尔中国在中国大陆的行货是 序列号是被涂抹的 英特尔是否允许对吧 你去英特尔京东的自营去买 你去英特尔天猫企业店 虽然那个英特尔天猫企业店不是英特尔官方开的 就买的CPU 他可不可能出现这个CPU的序列号被抹掉了 可不可能英特尔是否允许 我问你英特尔中国是否允许 他的经销商这样卖东西 这就是胡说八道吗 就是你你你拿到货什么 那是你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消费者他要求 就哪怕消费说你这个盒装有些物流的损坏都可以接受 但是消费者正常消费者都接受不了 我买到一个中文盒装CPU 来了以后序列号被人为故意损坏掉了 我觉得有些人他可能对吧 他他他就认为他是矿油 你是不是造假什么的 非常恶劣 我相信有不少人应该是选择直接退款了 他这个看到谁现在那个啊 发的中筒 快递包装污损主板 包装变形 你看啊也是的主板接口变形 装的时候主板里面有拆开痕迹 发了人家退了货的商品 别人的脏指纹 那这个带子都被撕开来的 退货一直拒绝消息息啊 这边来了以后两天三天以后 他说给你退货了 所以比如查评不到保修 啊又是因为他序列号被序列号的 因为他把序列号给抹掉了 对消费者他他包装上的序列号他就不完全了 那当然查不到保修了 你你你这真的是因为我们懂行我们知道 啊他又来说什么又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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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我这什么狗屁 我就只有问你那句英特尔中国是否允许 是中国消费者在买到中国行货是序列号被涂抹掉的 那很多人都知道外观的都被这都被发烂了 在讲实话一个主板一个那这个是什么 新买的板子那根槽是坏的 啊卡迪巴克登 回去这回去检测几天没反应 就问15天 新买的板子15天 这是客户说他新买的15天啊 15到20工作日 那我为什么要弄弄弄去闲鱼买二手算了呀 反正就是客服是个废物 这个是太坚强的 很多电动量 但是你发的货几千块钱的东西 你那哇这个真厉害 这个主板整个大变形了 客服就跟没有一样 我们这包装非常垃圾 就是基本上我看了看 破损很大 很多时候都反馈破损很大 那其实你看了 看这么多 我就怀疑 我之前还想 是不是物流的时候 把我的那个主板给发坏了什么的 后来想想 是不是当时我猜啊 是不是当时正好有个人 他要发过来东西被退货了 他发现收到手被物流发坏了 他又退给了伟高核为论件 然后这个时候你看 黄建这个人在提了个货 对吧 就把这个退货货的东西给他吧 因为他们在网上退货 你还可以扯皮什么的 我收到手东西坏了什么什么的 我要求退货什么的 我当面提的 我是现在要让提的货 我就给你一个烂的东西 怎么着怎么着 你还去工厂局投诉我 我就给你个垃圾 我就我就 我就当你黄建设啥 我就给你一个坏的主板给你 哎 你只要当时拿的时候没发现 哎 对吧 你过了几小时发现了 你在拿我怎么样 哎 我拿你伟高 我核为论件就是这样子 你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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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服 你还拿刀比划我 你厉害 你厉害的 而且其实这点我就提到什么 微星主板 他实际上就可以个人送保 而且我也说了 你直接找微星主板售后 三到七个工作日 我之前也走过 因为我真的被恶心的 你去找伟高 那为什么你找伟高 找核威联盟 找这个微星官方显点 他说要15到20天 当然基本上是30天 我当时去天方问他们说是30天 为什么 基本上不就是啊 你自己东西坏了 你怕发给微星了 微星给你修好了 怕寄回来了 他们为了省钱啊 省运费 一个主板省个几块钱运费 我攒一攒 我攒一批 一批主板 一起发给微星 哎 这样子 一个主板能剩几块钱运费 要不然你换一个 我就给你发一个 有多麻烦呀 那至于你消费者 那中间耗的这个时间 怎么定呢 他他就 你那他怎么办 所以你在这个微星 南京伟高核威轮店开的这个 微星官方签店买的东西 你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东西倒手坏了 不管你 你去售后 还不如你自己直接寄微星呢 他关掉他东西卖的价格贵 你去咸鱼买东西 还便宜 所以说 这不就宰人吗 那至于南京伟高 那他如此的狗屎垃圾 假设可以说是给微星主板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那他为什么还能开这个微星官方签店店 你问伟高 你问微星一些人去 你去问他们的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东西 再回来 那至少你们不小心里面去看看 就这个微星官方签店店我要开的里面店铺的别的评价 反正我觉得是非常的 真的愤怒 就是你 你哪怕就是你连一个几千块钱东西 你舍不得发顺摸就算了 你就连个打包就是 主板CPU往里面一套 盒子往里面一套 啪啪啪 里面也不管 那运气好的 可能就是运途中 CPU核子和主板盒子来回的摩擦摩擦摩擦 可能摩擦变形了 危机不好的怕一摔一弄卡 直接核子被压扁了 那不所谓 你受不了退了退了 我再卖给下一个 反正总有客户 他们反正客服就是听东西说 买家的话很多人买来的就是废物 无所谓 那就这样的垃圾店铺 那某平台官方会还要找他们合作 为什么 你们观众你们买家是个屁 什么都不是 你们在这个票子面前什么都不是 为了赚票子 你们这些东西 还谈良心的 法律都可以不顾 你说 南京伟高 他干的这些东西 是不是严重违反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哪能这样买东西 你东西到手发坏了 不管 那平台他能不知道这样东西吗 而且我讲实话 你平台你就算之前不知道 你这个动态下面 现在至少有77条评论 当然我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观众去这样刷屏什么的 但是 那你你现在你这个装机小的时候你是我知道 南京伟高是一个素质极差甚至有严重违法行为的 这个恶劣商家 你是不是还是为了赚这个票子 你这样我再退出你之前不知道也就算了 那我今天我告诉你 而且有人这么多人去留言了 你怎么处理 如果说对吧 那我就是为了赚这个票子什么东西的 我就是不管了 那咱就是该去工商投诉的 就是工商投诉 该去法院起诉 该去法院起诉 但是所有的就是在某平台直播间官方买的这些东西 是看了官方 某平台官方推荐东西以后出了问题 他们哪就像这样子 各种各样的耍流氓的 什么什么客 就是说各种恶心的平台里面的 各种差别里面这种 这些东西的 你们反正 该起诉的时候把平台也起诉了 因为平台毕竟从中赚了钱 但我们换一个说法 啊如果说 如果说你平台你敢 你自己也就从这些啊 那个什么义无什么 什么什么传奇部落 采购啊 找这个 河瑟 找尾 找这个河北联盟 尾高去采购机子 你们要敢自己用 你们自己的服务器用这个东西 那那是吧 你厉害 对吧 我怕你了你那个 你要敢自己这样做 自己平台的员工办公机 服务器全用找他们采购 那我就没话说 对吧 你牛你厉害 对吧 咱消费者实在是惹不起 还躲不起吗